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 通常给我们一种温厚的感觉 深受人们喜爱 那么你知道他们小时候有多可爱吗 一起来看看吧 就像刚出生时平均体重为110公斤 高0.9米 在刚出生的三个月里 他们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鼻子 还经常被鼻子绊倒 这显得十分笨拙 又像每天要喝十一升的母乳 一直喝到十岁 这对任何物种的妈妈来说都是一向兼具的任务 工匠会在十二岁的时候离开种群 母匠则一直和种群生活在一起 这对于他们父母来说倒是个好消息 因为任何物种都受不了子女的离开 喂 你一点不担心孩子被淹死吗 互爱互度的兄弟姐妹 又像新认识的的朋友们 不小心被绊倒了 这真是太酷了 但是水的味道好像怪怪的 抱着树干游泳可舒服了 来玩捉迷藏吧 你肯定看不见我 好吧 那一定很重 看又像那毛茸茸的头发 这里需要放置小新野生动物横跨的标示雨 还有更多哦 嘴角都失手了 实在是太可爱了 没想到高大威猛的大象小时候也有如此可爱的一面 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看看吧